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康瓦雷机 我是老康 打开驾驶座车门 这辆被摧毁的汉马车内一片狼藉 后座还留下一顶防弹钢盔 乌克兰发动库斯克骑士站 进入到第三个星期 双方持续在各个定居点 短兵相接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段 部队打扫战场的影片 建议证明乌克兰部队损失惨重 接下来我们进入牢 我们也用力保护了 部队和部队 被毁坏了 四个技术 被奖断了 两个竞争 一名卡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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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到自己的兵器 他们给了真正的抗抗 看 全部都给了 正确实做 我们没有什么做 在我们的库斯地上 我们站在逛 在库斯坡里面 请请请请请请请 但谁来跟我们的 不好的思想 就这样 请请请请 那第二个人都会召唤了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目前库斯科的情况 已经趋于稳定 不过乌军还在三个不同的方向 和俄军对抗 包括苏甲西北方的克雷诺沃 东南边的俄罗斯科诺佩尔卡 以及更南方的吉里周边 情报显示 乌军游击战的规模 改成连级单位以下的小部队战斗 而且攻击频率明显减少 за защиту граждан и территорий от атак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и иных средств нападения отвечает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и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группировок Белгород, Пурск и Брянск заместител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Координацио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мной назначен генерал-полковник Евкоров который сейчас находит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еще раз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указанные должностные лица должны быть на прямой связи с регионами 俄罗斯国防部还成立了三个新的边境军团 除了加快整合扫荡行动所需的物资和军事部署外 还要防范乌克兰拷贝库斯克其实战的模式 再次发动跨境战争 不过对于正在库斯克境内作战的 乌克兰第22机械话旅来说 他们并不在乎对手制定出什么样的因应策略 部队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训练训练再训练 只有把官兵练好练墙 才能证明部队有能力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 正当库斯克战陷入各自表述之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在外交官会议上 公开赞赏部队创造出的非凡成就 不但声称控制了超过 1250平方公里的俄国土地 占领的定居点也在集结攀升 这场战役除了向全世界 展现了乌克兰人的勇气 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义 在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证明了莫斯科所谓的红线 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三泽人司机这么说 但是回到乌东战略重镇红军村 这里却弥漫着一股 几乎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 美联社采访团队记录下红军村民 等待火车准备紧急撤离的画面 这些民众大多数是长辈 或是有儿童的家庭 当地行政官员表示 目前俄军先头部队 大约距离红军村前线10公里左右 而且市中心已经可以听到 火炮声和爆炸声 撤离工作绝对刻不容缓 毕竟红军村是一个 居民超过5万人的城镇 政府必须竭尽一切可能 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 乌克兰总参谋部也发布战报 证实红军村前沿战斗相当激烈 光是一天之内 就发生了近50起战斗 乌军的守备部队 也在全力阻止俄军的推进 可是俄罗斯国防部却说 守军不断败退中 根据前方回传的消息表示 中央战术集权的推进情况非常顺利 西线方面 既拿下朱拉夫卡之后 俄军又取得了 克鲁托亚尔的控制权 至于在热兰涅的南边 作战单位持续往 沃夫夏和西岸的 科美舍夫卡推进 俄罗斯电报社群甚至声称 已经占领了这个村庄 逐渐对歇里渡河形成包围 乌克兰军事专家日模霍夫 对于俄军几乎以一天攻占 一个村镇的情况表示担心 他在接受乌克兰新生的访问时表示 红军村是乌克兰东部 非常重要的战略枢纽 除了是串联多条铁公路的交通要冲之外 还是一个战略价值极高的军事要赛 就在俄军一连串的激进攻势下 一旦红军村失线 不但乌冬战线会全面崩溃 也很有可能是决定 最终战局的关键之一 这位乌克兰炮兵说得很明白 为了供应库斯克起实战的需要 部队有恢复了炮弹配给制度 现在他们不但极度缺乏弹药 各单位也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极限 如同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 基辅从乌冬调集了一万多名部队 支持库斯克战役 但是战略资源北移的结果 恐怕会换来更巨大的损失 而且从表面上来看 莫斯克似乎吸收了俄乌战争的经验 还带动了军工产业研制新式武器的能力 主办单位统计 这次论台一共有83个国外军事代表团 以及1500个本地及海外军工企业参加 虽然普新没有清零会场 但是也录制了一段开幕致辞 俄罗斯国安会秘书邵一虎 则是陪同白俄罗斯外长参观了俄罗斯展区 陈列的各项装备 虽说展出的武器并没有太多经验之作 但是有不少装备通过俄乌战争的考验 甚至目前还是前线作战单位使用的现役军备 这样的条件自然受到不少买家的兴趣 根据主办单位的说法 已经签订购买意向的金额超过5000亿卢布 约合55亿美元 而且更重要的是 俄军将获得超过500款武器和装备 以及100万发弹药的承诺 对乌克兰来说 无疑又是一项棘手的问题 而且就在库斯克战事还未完宣解决前 普京又旋风式出访横跨西亚与东欧的亚赛拜然 回城时又落地车臣共和国 与交情深厚的卡拉罗夫见面 讨论两国如何加强双边的军事合作 虽然双方并没有公布会谈的细节 不过一般相信 普京应该向卡德罗夫提出了 调集更多车臣武装部队 前往库斯克协助俄军倾角 还在境内的乌克兰渗透部队 毕竟俄罗斯边防部队确实在战役出奇 被乌克兰打了个措手不及 据说有上百人被乌军俘虏 战力大受影响 这也让外界相信 普京拜访车臣 极有可能会向卡德罗夫提出相关的需求 而且普京到访的前一天 卡德罗夫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公布了一段影片 自称收到好朋友 特斯拉电动车创办人马斯克的一份大礼 就是一辆改装后配有机枪的Cybertruck 为此卡德罗夫还精心打扮了一番 扬言要把这辆车送到前线 接受战火洗礼 谢谢 他在马斯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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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辆改装过的Cybertruck 究竟能不能适用在乌克兰的前线 答案不得而知 但是经过卡德罗夫的这番曝光和宣传 不但卡德罗夫本人出境了风头 车程部队会派出多少支援人力 以及援军的未来动向 同样引起国际高度重视 毕竟有了战斗作风强硬的车程协助 俄军在库斯克的扫荡工作 也等于多了一个帮手 可以从旁协助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